弹钢琴里面的肌肉计 有的人说这个肌肉计 自己弹下来的某某某曲子 全是肌肉计 这个有多么多么的不好 还是怎么着 肌肉计算是技术里面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就弹钢琴也好 或者是你游泳也好 骑自行车也好 滑雪也好 这里面都是有肌肉计的 这个没有肌肉计怎么办呢 你每次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 你都要去脑子里面去想一下 这个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怎么 不行的 因为这种运动的东西 弹钢琴它也算是一个手指的运动 是吧 手还有这个脚 这种运动的东西里面 都是有肌肉计的 你看到了某一个东西 你就直接就反映出来某一个东西 就是不经过你的脑子 不经过你去思考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做出的举动 这个是肌肉计 这个是需要的肌肉计 它并不是什么坏的东西 然后可能有的人觉得 这个就是弹琴的时候 误以为必须得是看着脑子 然后弹出来 也不一定 那只是一部分 然后那首曲子 你不知道长什么样的情况下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看着脑子 然后一点一点弹出来 这个都是属于正常的 然后就只是看到了一些大神 或者是弹了很长时间琴的人 他第一次拿着脑子 直接就弹掉了 然后你就跟他比 不要比 你为什么要跟他比呢 你是初学者 人家是已经弹了很长时间的 然后他弹的那个 对他来说是简单的曲子 比如说你弹了十年的钢琴 然后给你拿一个儿歌 然后能不能弹出来呢 能在很短的时间弹出来 就可能第一遍 有可能会录不下来 那第二遍 第三遍就直接可以录下来了 就是弹出某一首曲子的 这个时间周期会短了很多 这个就是这个初学钢琴的和高手的不一样 高手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做出来 甚至是第一遍就可以做出来 就这么个差异 即使是高手也是 你如果是给他拿了一个 跟他的水准差不多难度 或者是已经超越了他的难度的那种谱子的话 他第一遍是弹不下来的 这是百分之百 就这个样 就是模仿的对象不对 然后只是看见了别人的表面东西 就这么个人的表面